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发门的困困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整个首闻还是不错的 三线清晰深长 但是不建议早婚 因为根据首相来讲 在25岁之前应该 如果是结婚的话 是根据命令来讲是容易有一些婚姻上的不幸福 建议在25岁之后 因为他的感情线 第一个是天文上校的格局没有形成 这样的话在处理感情问题比较直接了当 这个年轻的时候 心情不成熟的时候 早婚的话就容易产生一些过度的矛盾 事业线还是不错的 事业线跟智慧线跟深入线形成三角纹 三角另一期纹非常有号召力 在这个公司发展适合晋升 适合做领导 玉珠纹 玉珠纹很清晰 这个清晰之上 起于前功 而且它有一些 事业线有一些分支 走到明堂之后 它有一些小的分支 形成 往这个小纸的方向走 这个其实就是 事业线的辅助的纹路 那么这种纹路 代表事业运势非常强劲 而且它的纹路由浅变粗 中晚年的运势 逐渐变强 迅功高突 并且有井字纹 这个是财运非常不错的一种手向特点 玉珠纹是一种 有一种这个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它起于前功 前功就是在月秋附近的位置 并且往离宫的方向走 中指根部 出现一道中指 被称为通天文 这种文童叫通前和 通前 前就是天嘛 就是通天文嘛 好了 有关这个手向的一些内容呢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行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 变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继续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